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多的人 参考经文 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 启示录七章九节 我们的校园事工 每个星期四下午 5点30分会聚集敬拜、查经和祈祷 我们也会有波饼和团契生活 有一次我们的聚会有16人参加 而他们是来自九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非洲、亚洲、欧洲、加勒比海、北美洲和南美洲 有些人会说 基督教是一个西方宗教 但事实上 神国是由世界各地的人组成的 很可惜 在欧洲和北美洲 教会已停滞不前 在加拿大、美国和西欧 有无数教会已关闭了 其他很多的教会还在勉强支撑生存下去 每星期的崇拜出席人数不断下降 不过 从其他地方来的新人 正为我们的敬拜群体注入了新生命 虽然这些新人来到西方时 缺乏经济资源 但他们却充满一种令人惊奇 和能感染人对耶稣基督的热情 我们应欢迎和融合 这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 一起去建立、恢复、活力的敬拜群体 这会让我们瞥见 约翰在启示录七章所描述的景象 能够和世上每个国家的人一起敬拜 是最美好不过的事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感谢你借着从各国来的新人 把新生命注入我们的教会 我们奉耶稣的名 求你继续叫你的国度增长 奉耶稣名祈求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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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喜欢的